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冠婷 林哲熙 甚至还有李志凯等人 为此不守艺人主动去快筛 也幸好目前都是阴性反应 只不就要来看到这一名时尚杂志的编辑了 他几乎每个晚上都在跑趴 或是去参加尾牙精品秀等等各式各样活动 现在就很担心会让这个疫情持续在扩散 好 回到之前先回到中间 一袭蓝绿高领西装男性林波红 全套精品帅出新高度 上周五21号同场时尚活动 还包含艺人陈柏林 刘冠婷等人 没想到惊爆现场有确诊足迹 台北市多点足迹爆发新正南18518 它是一名杂志编辑 它曾经出席精品的时尚活动 而它所属的公司最新登记地址 就是在台北市的南京东路 初不了解楼下百货目前仍照常营业 有没有足迹目前还在查 但住在板桥的他去过的地点相当多 一月十二号到二十二号之间主要往来北街板南县 西门跟江子翠湛 康市美全家前都胜算锅他也都去过 成为现在匡列的一大难题 当天他带他去有一天去带他去看房的客户 然后他本身的工作是杂志的编辑 所以他有非常多的 这一圈已经大概说那三口之外还多了三个人 不只在北市啪啪噪 个案更跑遍整个双北 至于他是怎么染疫的 正因为他曾跟原山饭店的南方众哥哥 案18375有过接触 目前采检CT值19.4 但到底是谁穿鞋又或者有新的感染源 目前还是未知数 台北市区就有三四个区 所以我们现在每个区都在检议 有关华区有新医区还有其他的区 那每个区都在做匡列的 我们已经匡列了一百多人 这个新北市在疫调的过程当中 匡列的目前是四十个人 那采检出来不行 当然我们还是会持续扩大的采检 光艺人的足迹遍布双北地区 就怕出席的场合都是重中之重 若真有蝴蝶效应 后果难以想象 这我们去看我们觉得台北怎么懂 好 最后来看到是台北101 这场时尚快潜活动 是让当天不少大咖男性都有参加 刚提到像是这个艺人 陈柏林 拉铃波红 刘冠婷等人都有去 那么也因此消息传出来之后 艺人纷纷进行快筛 所幸结果都是阴性反应 电视现在更传出来 原来这名时尚杂志编辑确准个人 他参加了不止一场秀 因此现在像是艺人OZ 周星哲还有林又嘉 他们也被紧急匡列 艺人陈柏林21号参加时尚活动 身穿品牌大衣 帅气亮相 当天不少明星都在场 但现在这场活动恐怕变调 台北101 21号举办时尚品牌快闪活动 许多男星都有出席 没想到25号爆出 当天活动有确诊者在场 疫情拉紧爆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25号公布确诊个案 其中按18518传出是杂志编辑 平常就跑趴活动多 时装秀精品厂都少不了他 更传出1月4号 7号 11号 21号 这几天都曾出席时尚活动 通常男星也都纷纷快筛进行检验 陈柏林和刘冠婷 IG上还有当天开心合照 当中还有林柏宏 张瑞轩等 一共9名大咖男星都在场 得知和确诊者有过接触 依然急忙进行快筛检验 索性目前都是阴性 陈柏林也剖出照片要粉丝放心 林柏宏也紧急剖出快筛结果 23号到25号做了三次快筛都阴性 但林柏宏被爆出活动期间 曾拉下口罩吃东西 回头看看加上现场工作人员 经纪人活动来宾总共150人 目前已经造册筛检 人数可能还会继续增加 相关疫调工作正在持续当中 不只LV个案就连普拉达活动也出席 原本活动上有9位男星匡列 现在也持续增加 不只陈柏林等人 现在更传出个案参加不止一场秀 因此包含OZ周星哲也都被紧急匡列 时尚圈染疫风暴恐怕持续扩大 记者朱文正正恩如台北报道